AirPods Pro 3相关消息终于有流出 我们今天会分享它的规格 还有可能会推出的时间 另外还有CNN的报导 关于今年iPhone 16的销量 似乎不比去年的iPhone 15 我们也会分享出我们的看法 对比现在网络热度上的讨论差距是什么 我们就直接来讲AirPods Pro的第三代 我个人当然也是非常的期待 因为主要就是看它们在这个额行额塞上面 会不会有什么设计上的大更新 可以更符合我的耳朵 其实距离AirPods Pro 2的推出 已经大约两年多的时间了 今年发表会 他们在提到AirPods Pro第二代的时候 似乎就是软体更新的方式 赋予它一些新的功能 再来的更新也会给予它这个 非医疗机助听器的功能 虽然说非医疗机 但是市面上很多人在使用助听器 也是使用这种非医疗机 但是它的价格其实还是比AirPods Pro 2高上非常多 所以这样对比起来 你有这些AirPods Pro 2的附加功能 再加上这个非医疗机的助听器 其实真的会对助听器的市场影响非常的大 其实当初他们在推出的时候 也影响到这些相关制作商的股价 首先我们先来讲外型的设计 目前报告消息留出 它在外壳机壳的尺寸 会跟AirPods 4 一样稍微缩小一点 因为我们看到AirPods 4 代这次的设计 后面的按键移除 前面的灯也隐藏在壳下面 以后如果你要进行配对的话 也不用再进行这个实体按键的按压 所以在减少一些主机的情况下 可以让它的外型再稍微缩小一点 但是目前现有这些其他功能 像底部的这个扬声器 还有它内部有类似AirTag的这些追踪功能 然后侧边的吊湿挂孔都还是会保留在上面 再来我们直接看这个耳机耳柄上面的设计 它在耳机上面也会跟AirPods 4 代一样 稍微再修得更轻薄一点 我们知道AirPods 3 先前也是延续AirPods Pro 的设计 如果你仔细去看它耳型的部分 其实就非常像是AirPods Pro 如果移除掉它的耳塞 然后把前面做点修饰 设计大概就是那样 这样耳型的设计其实有包有扁 有人觉得在耳朵上面很舒适 那我就是反方啦那样耳型的设计在我耳朵上面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舒服 然后再加上它里面的耳塞 其实很容易让我在佩戴的时候 耳朵如果出汗出油的时候就会滑出来 那也因为这样我找了非常多其他第三方的耳塞 最终才找到适合戴得住的更不会滑出来的品牌 但到头来如果真的要选择的话 我还是觉得AirPods 4 代中 比较开放性的设计在耳朵上面是比较舒服 但是你相对要牺牲的就在它降噪上面的表现 那我更会希望如果这次新的耳型设计在AirPods Pro 第三代 除了耳机外型设计上面的更改 它们在功能上面也会增加 那就是关于健康的侦测 那现在大家都在猜测 这个到底会是心率侦测呢还是有其他的功能 那现在爆料指出它会增加温度的感测器 就有点像现在苹果手表上面的温度感测器 它不是精准的测量的温度 但它可以持续性长时间的去侦测你温度的变化 所以大约要三四天一个星期的这个数据 在平常健康的时候维持在什么地方 那如果突然有生病体温降低或是提高的时候 它可以增测出这个差异并给你一个警告 那下一个就是很多人期待的功能 就是降噪上面的进步 那很多人都在说AirPods Pro 的一代二代 在使用久了之后降噪的功能会有降低 那以苹果的说法呢 这个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可能在它外面在接受音讯的地方 可能有一些灰尘污垢卡在那边 会让它判断外部噪音的部分有一点失准 判断不到外面这些噪音的时候 自然在见到你耳朵的降噪的表现上面也会有差距 那据现在爆料的说法 这颗新的音讯处理器可能在一开始的降噪水准 对比上一代就会有非常大的进步 那我个人一直是觉得AirPods Pro 2 的降噪功能算还不错 我在飞机上面有比较长时间使用它 也觉得还算有点帮助 那下一点就是很多人在意 会不会支援更高的音质传输 那其实我们知道现在AirPods Pro 的第二代 在搭配Vision Pro 使用的时候 它可以支援无损音质的传输 那其实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在它传输的频率 那在搭配Vision Pro 的时候 第一是因为它跟这个装置的距离非常的近 所以在他们使用这个更大宽屏在传输的时候 可以进行更高音质的传输 但是在平常连接手机的时候 毕竟它是使用蓝牙 就没有办法支援到这一点 现在看起来啦 频宽这个部分可能在AirPods Pro 第三代上面 还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结局 但是即使是这样啦 搭配新的音讯处理器 我觉得它的音质上面的表现 应该跟上一代还是会有点差距 那同时刚上述提到这些 可能会有一些基本的健康侦测功能 那我觉得也是看到现在AirPods Pro 的第四代 其实它把通透降噪也加入到里面 虽然表现上面不会像AirPods Pro 这么好 但也因为这样我觉得他们在AirPods Pro 的第三代上面的 功能差异性需要再拉高一点出来 才能让这样2000多块的价格差距 可以吸引到大家运营去买AirPods Pro 那由个人来讲 目前使用AirPods 第四代 整体体验算是非常的满意 那我再也会试着把它带上飞机看看 看看这样的降噪表现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那目前的消息指出 关于AirPods Pro 3 的上市日期 应该要等到2025年的春夏季之后 那依照官网发表AirPods Pro 的期间呢 也有可能会在明年的iPhone 17 上市的周期前后跟着来发表 那下一个就是CNN 的报道 它说iPhone 16 的销量 他们看了很多不同的来源 目前初步判断起来好像很多人都说 一开始在预购还有开卖的那个周末 对比上一代是退步的 那其实呢 苹果在今年推出iPhone 16 的时候 是对它寄予厚望 在备货量上面的准备比上一代还是还要充足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判断 那这个新闻认为呢 对比先前几年大家都是排队等着换季 像现在除了iPhone 12 之后换到 5G 这一点 中间这几代没有给消费者一个 非常必要换机的理由 尤其今年主打的 AI 功能 在一开始推出时也没有跟着上市 那根据郭分析师的资料 它判断iPhone 16 在首周的时候卖出了 3700 万台 对比去年的同期下降了 12% 而且它关注的地方 特别是在比较高价的 Pro 系列 对比去年是明显的下滑 这个怎么跟台湾好像有点相反 那再来呢 Web Bush 的分析师也有提到 它们预估首周的销量是 4000 万台 那这个跟郭分析师的资料也是非常的接近 还有 CFRA Research 他们也有提到 今年预购的数量对比去年也是变少 报道里面特别有提到 在美国来说 他们看到市场上面的倾向 是更偏向满入门款的 iPhone 16 还有 iPhone 16 Plus 因为标准版上面的升级 像是这个 A18 处理器 还有对未来 AI 上面的资源 还有多了这颗相机按钮 让他们觉得对比前几年的数字系列来讲 给的更有诚意 让它整体规格更接近的 Pro 系列 那可能多少影响在这个新 iPhone 推出的时候 平均售价的单价上面有向下拉一点 那依郭明其分析师的资料 它里面有讲到特别针对 16 Pro Max 跟 Pro 的机种 它们的销量分别下降了 27% 还有 16% 那相比之下 反而数字系列对比去年有微幅的提升 报道里面也有提到啦 其实这次最大的主打功能 这个 AI 功能还没有上线 即使在美国 它们预期上线也是在10月中 10月底左右 那是不是有很多消费者 其实就在等着这个地方推出了之后 才会来决定要不要买 iPhone 或是说真的推出之后 其实这次 AI 本身对它们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那如果买器在 iOS 8 AI 推出之后还没有向上拉起来的话 那可能就是 iPhone 16 对整体市场的这个消费吸引力大大的降低 那有个人看法 我会觉得现在来判断还是算有点早啦 那第一当然这 AI 功能对大家是不是有吸引力 也要等它上市之后才知道 那真的有人去使用它之后 可能会分享出来说 苹果所保证的这些功能到底完成了多少 到底它的达成度 是不是有像它们发表会讲的这么好 那如果是的话 会不会拉起一些市场的买器啊 就是说 AI 功能并不只是一个噱头 真的有它的实用性 那苹果方面自己当然也要加紧的 去推出这些功能 那因为如果说像在其他市场 它的 AI 功能 四出的期限一直向后推 明年 明年初 明年中 甚至到明年底的话 那就马上接近了 iPhone 17 上市的周期 那到那个时候 我觉得即使是在几个月之差 大家也不会因为这些功能 去买一个即将要四台更新的 iPhone 16 那第二个最坏的情况 就是其实这些功能对市场上面 吸引力并不大 那以为我们每天在关注科技的人 可能会去比较在意这些 AI 功能 到底实际使用起来怎么样 或者可能真的会去用它 但对一般大众而言 手机或许还是一个单纯讲电话 娱乐性质做沟通的工具 把这种软体功能 AI 功能 当成一个最大的卖点 对一般人而言 好像有点难以去想像 为什么要为了这个部分去升级 那另外一个最大的重点 其实现在市面上有非常多 AI 相关的功能 他们都是用联网的方式来进行运算 那对于很多人可能 他们随时在手机上面开启 CHAT GPT 电脑上面开启 这些 AI 工具都能达到他们的需求 那这种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去买一只新手机 才让他们可以使用到这些功能 那这部分就要看苹果怎么去说服这些消费者 大家到底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 对他们自己的隐私在意的程度是多少 但实际消费性的市场买不买单这一套 或是大家其实也很习惯性的 像先前使用社群媒体一样 愿意用他们自己更多的隐私去换来 使用上的方便性 这个使用的成本上面的降低 对他们也是比较重要的 那到底会往哪个方向走 我也不知道 那你们大家自己怎么想 你们在使用这些 AI 功能的时候 第一你们在不在意有没有它 或是说会不会为了它去买一个新的硬体 就为了用这些新的功能 那第二点如果差异性 像现在其他厂 Android 厂上面的方式 他们把很多 AI 功能 因为都是联网使用运算 他们下放到很多旧的机种 当然相对联网就是 你要失去的是一些隐私性 那在这个部分你们会怎么选择 你们选择苹果这种方式 贵一点每年去换新机 然后使用到最好的 AI 功能 还是像 Android 那样的走法 释放出很多自己的私人资讯 换来成本更低的 AI 功能使用 那你们大家怎么看 都欢迎在下面一起留言讨论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快速分享这些新闻 那喜欢这类影片的话 就记得订阅 按赞跟分享 这部影片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